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Titinger的粉紅香檳 是幾年了 2003 2003年 它也不會再銷售了 已經沒了嗎 就不銷售了 它就不賣這個酒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瓶酒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9000塊 也不錯啊 也不錯啊 9000塊也不錯啊 對啊 9000算是 在香檳裡面已經算還不錯 老師要再加啊 請加 來... 他喝了你的酒 要聽你講話 這個要加的原因 可以看一個國際行情 這個是這支酒的國際行情 所以你要說大概... 國際行情大概有 從這個5000多賣到1萬多 平均價格7、8000台幣 換算過之後 所以好像是差不多 但是香檳在台灣特例 香檳在台灣的這個政府 把它視為奢侈品 所以進口呢 要科20%的稅 還有5%的加值稅 光是稅就加了4分之1的成分 你說香檳要有那個奢侈稅就對了 很類似奢侈稅 然後紅酒呢 紅酒沒有 紅酒10% 一度7塊 紅酒是用度數的 用度數下去塞 紅酒 一般葡萄酒呢是10% 但是香檳呢是20% 而且你拿起來它是不是很重啊 它的...它體積又比較大 所以它的運輸成本也貴 對 所以一般香檳進來之後 它的... 它在台灣的售價合理喔 我講合理售價 就會比國外貴很多 所以像這個你在台灣買喔 只要是買到1萬塊以內喔 你大概跟老闆有很深的交情才行 一定是破萬 所以這會錯... 破萬嗎 一定破萬 那1萬多少就看你在哪裡買了 對 好 那我問一下Mark老師 這個...這瓶酒的話 在你們店裡面有沒有在賣 這支沒有... 這個沒有喔 對... 在夜店裡面聽說香檳賣得很好 對 我們現在... 為什麼 因為它酒精濃度 其實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是炫復 同時... 現在人是在炫復 小馬是這樣嗎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香檳大家很貴嘛 然後我現在交朋友 尤其是女生 他們說我好喜歡喝香檳 我就遠離我 對不起... 因為每一瓶香檳吃貴 然後大家開了之後還有煙火 人家那個女孩子跟你講說 她喜歡喝香檳是給你機會 是嗎 是啊 真的 來 我問一下Mark老師 有這種事嗎 聽說要請女孩子喝酒之前的話 那要先請喝香檳對不對 喝香檳最容易 因為女生都愛喝香檳嘛 酒精濃度低又好喝 對不對 然後呢 就一次...一次喝的話 可以喝很多杯很多瓶 然後都不會醉 前面不會醉 後面才會醉 好 那我問一下那個佩佩 你有沒有在夜店裡面被灌醉過 幾乎沒有 我本身很少去夜店 她都去海產店 一百元... 一百元熱炒 我都在前櫃...看別人喝 好 來 這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要稍微留意一下 現在夜店裡面呢 不是只有這個香檳而已 現在呢還有一種酒呢 叫做烈酒膠囊 據說裡面裝的是96%的Baka 來 96%的Baka 96%是那個像Stolich Naya 它有一個品牌 它就是標榜九十幾度的 有這種酒 Baka 對...在俄羅斯 我以前有當過Baka 所以我大概知道 這個酒是非常厲害的 那它通常是... 它通常是當作雞酒 然後下去調還是... 沒有... 就直接喝 Straight 有Straight 那我問一下那個Mark 有沒有這種酒啊 你現場 我們今天就有帶一瓶就是Baka 這是波蘭的 我們叫... 中文會稱為生命之水 然後它是96% 這一瓶就是96% 96% 所以你剛剛說的交難的話 有可能就是放這款酒 對...或是像類似的 不是 膠囊小小的一個 這個一點點這樣子 也會醉成這樣子嗎 就不太可能 對...所以新聞可能就是 太過於報導了 但是... 因為你想想看 那一小杯可能才擠 擠多少CC的酒精而已 對...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是 只有一杯兩杯 很多混的酒才會這樣子的 那Mark 這個可以直接喝嗎 可以啊... 還是說要調過啊 通常這種酒精濃度比較高的話 我們會當作調酒來用的 但是有的人喜歡直接喝也可以 那一杯絕對受不了 派你作為代表好了 你喝看一看 我會不會下一集通告 然後就直接醉倒在路邊 太多了吧 我想你應該不用喝那麼多啦 不行... 因為我們現場 也沒有人想要撿絲啦 你直接沾一下就好 我沾一下... 先喊著喔 你不要一口吐 你嚇重手 這感覺好像會噴火 其實我可以理解 他們為什麼喜歡喝這麼烈的酒 因為在那個國家的環境是太冷 太冷了 太冷 對 它太冷了 然後是嘴唇碰到 我就覺得這個嘴唇要燒起來了 嘴唇 然後到上顎 喉嚨要燒起來 幹嘛可以沾一下嗎 但是它不辣 我才碰到... 幹嘛... 幹嘛這樣 不行... 幹嘛這樣 我給你拚了... 真的還假的 我給你拚了... 貝貝那個很多耶 不行了... 待會兒要輪你囉 不行了... 好啦 我們謝謝小馬 然後今天幫我們開了一瓶這個紅酒 不好意思啦 不會...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小馬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趕快歡迎的 就是貝貝 貝貝 女孩沒喝醉啦 剛剛那個... 有一點微虛 96度 我剛剛喝下去的時候還沒有怎樣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覺得 在身體裡面有在運作的感覺了 已經開始有點婚了 對 我記得那... 佩貝妳不是剛結婚對不對 結婚多久 才一個月 妳在結婚禮上面有沒有被人家灌酒 我跟你說我們心機操縱 我們想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有一個星光大道 我們就把那個星光大道升起來 因為我跟依依是一起結婚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家... 三個家庭的長輩 然後我們就走在那個星光大道上 我們就請主持人說 來 我們先跟右前方所有的賓客敬酒 接下來左前方 然後右後方 左後方 我們就這樣分四趴 所以你們根本不需要 什麼足桌去敬酒對不對 不用啊 也不用擋酒大隊也不用 我們既然都沒有辦法 參加妳的婚禮的話 也沒有辦法喝到喜酒 那妳總得要請我們一下吧 妳現在還是新聞起見 對 所以我要帶來 就是那種甜蜜的東西 什麼東西 對 我帶了一個秘密的 小甜點給大家 這個是 最近不是超商都很流行有 就是冰淇淋嗎 對 所以妳現場帶了 冰淇淋機來對不對 然後要請大家吃雙麒麟 對 我要請大家吃雙麒麟 這個禮物有點大台 所以現場做嗎 現場製作啊 它做很快 它現在機器已經用好了 好 怎麼做 好 我要幫我把蓋子打開 然後我直接倒進去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裡面 這是牛奶是不是還是什麼 這個光聞會覺得說 牛奶香很香 很香 但是它之後大家吃了就知道了 好 所以妳今天帶來了 我知道了什麼 水蜜桃啦 哈密瓜啦 最近很流行什麼抹茶啊 水蜜桃啊 什麼的 但是我帶來的更特別 好 來 我們待會兒呢 所以這要多久啊 差不多五分鐘吧 五分鐘 就好了 好 待會兒呢 我們再來喝看看 然後 不是喝看看 吃一下這個雙麒麟 你一直想喝酒對不對 喝酒 因為剛剛那個 那個小馬 才在請我們喝酒而已 好 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您在那個 中國大陸的時候 其實也經常被灌酒對不對 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 貴州 然後就第一個鏡頭就醉了 對 然後我們每次在飯桌上的時候啊 然後那些政府官員 就是台辦他們 每次一把酒拿出來 上面只要寫著茅台 工作人員都會說 茅台 我那時候第一次聽到茅台 我就想說 這個是感覺是很厲害的酒 因為每一餐他們都很會拿這個酒 出來請我們 你知道那個來我們節目裡面 帶的茅台酒好像 有沒有一瓶是真的 有 真的 有一瓶是真的 還是兩瓶 兩三瓶喔 但是假的一堆啦 假的一堆 而且妳這個朋友名字好酷喔 叫高幹送 不是 高幹送的啦 高幹送 哪一個高幹啊 每一個都是高幹啊 對 就大陸的高幹送的 因為我們的酒太多 因為我們每一餐都不能喝 因為我們還要工作嘛 所以累積了很多 他就送我們帶回台灣 好 這瓶酒的話 那叫做賴毛啦 中國貴州 對 我好想知道 它到底值多少錢喔 妳這個好特別喔 妳這個是慶香港回歸耶 對 它這個上面好像是 慶祝香港回歸的時候的酒 所以就是 那時候 他在送給我們的時候 很多工作人員都在搶這一瓶 後來被我搶到了 你看它這個名字還叫做 貴州回歸賴毛有限公司 不是香港回歸啊 怎麼變成貴州回歸賴毛 賴酒有限公司 我也不知道耶 這比較奇怪喔 好 來 這邊也有寫一下 這個賴毛的一個過程啊 歷史 它寫默那些耶 這罐是多少毫升啊 這罐看起來很大耶 一千啊 這裡有寫 幾年 這是幾年 1997年啊 就是回歸那一年 香港回歸那一年 好 來 這個盒子給我看一下 老師要研究一下 妳知道我上次 他送給我的那個賴毛啊 賴毛酒的話 它是兩瓶 然後呢 它是 我記得是15年還是幾年的 這麼久 然後它是用那個土瓶子 土瓶子裝的 妳這個的話應該算是磁瓶了啦 這個喔 對 好像是 而且它酒其實還滿多的耶 沒有什麼蒸發耶 對啊 它保存得還不錯 好 來 會不會您估呢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還 茅台喔 對啊 還是高幹送 我想想看我覺得應該有 買個高幹妳知道嗎 不知道 忘記了 去好多省份喔 了不起就是茅台鎮長 還是貴州省長 對啊 那更厲害了 好像不是在貴州送的 是別的省份送的 別的省份送茅台酒啊 對 因為我們去很多省份 他們都有喝這個酒 對啊 那我覺得應該有1萬塊吧 1萬塊 看工作人員搶成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說實在 中國大陸如果 台幣1萬塊的酒的話 不算是貴 對 對不對 太便宜了 他們那酒真的有夠貴 對 他們白酒很貴 好 來 我們請老酒靈 幫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是賴毛的酒 1997年的酒 非常大品 大概100毫升 1000 1000 對不起 1000毫升的 好 目前上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000塊以內 台幣嗎 對 什麼這麼便宜啊 來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第一個 它不是正宗的 貴州茅台酒廠出的茅台 第二個 我看起來 它也不像賴毛酒廠出來的酒品 你不是賴毛他 對 因為有幾個情形 我發現很奇怪 裡面沒有住址 照理講是不可能 第二個 你看來講對了一個重點 他弄了這個公司 他可能去跟賴毛買酒 那自己弄了一個公司 這樣來賣 用香港回歸的這種紀念酒來促銷 那第一個它不是正常 也不是正式的茅台酒廠 也不是正式的賴毛 那麼這個東西 我們上網查了結果 台幣很便宜 他們賣得很便宜 那就是以它的商業價值來講的話 它真的是不高 但是如果它的酒質好壞的話 要喝了才吃到 因為我覺得它... 就我來看 它不是真的賣賴毛酒廠出來的產品 連地址都沒有 我就覺得怪啊 為什麼公司不寫賴毛呢 真的耶 所以很奇怪啊 因為其實那個茅台酒 有很多那種變化的花樣 尤其是這個名字 然後你看那個地址呢 是在貴州省仁淮縣的茅台鎮 然後有一些人呢 也把它叫做茅台酒 可是實際上它的酒的公司 跟茅台酒業公司是不一樣 就是可能那個地方出產的酒 他們都叫茅台酒了 就叫做茅台酒 對 然後這裡居然連地址都沒有 好傷心喔 這就等於是陽城湖的大閘縣 很多都不是來自陽城湖 過去撈一下 放個一天起來就是陽城湖 這都是台灣出來 你到大陸也可以知道黑輪啊 所以這瓶酒一定要打開 才能知道它的好壞 會不會可以喝嗎 這個喔 竟然都只有值一千塊而已 裡面 一千塊一內 那個 所以我們不要... 你放多少生命的危險 起碼有六 七年了吧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不想喝它吧 我建議你回去跟你老公 蜜月的時候帶這一瓶酒出去 然後再把它喝掉 我們節目單位呢 但是也不是很想要喝這一瓶酒 幹嘛這樣吃 我們比較想要... 我們比較想要吃的是 妳的雙麒麟 待會兒我們再來吃一下 這個雙麒麟 不過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佩佩妳好像是 最近才結婚 聽說妳自己還開了婚紗店 是不是 我開婚紗店 然後因為我自己開婚紗店結婚嘛 然後我想說全世界一定都在看說 她自己開婚紗店 她的白紗結婚的時候 白紗是穿什麼樣子 所以我有帶了一個照片 就是因為我跟依依同時結婚 所以我們是兩個新娘一起走紅地毯 這個是你們自己設計的嗎 對啊 這自己設計的 就是有跟韓國的設計師討論 然後加入我們自己想法 因為我們說一定要 很有很有氣勢才可以 對 所以我們設計了快五米長的托尾 然後還有金萬科的微水晶 百萬的 對啊 這件其實滿不便宜的 今天會帶這個來是因為 這一件大概要到多少 這個光是製作這個 要製作多久的時間 而且成本喔 成本不能在旁邊講 但是賣的話可以賣到一百多萬 賣的花天賣到一百多萬 為什麼那麼貴 因為... 手工跟水晶啊 對 其實這個 一件要做很久很久 它應該要有... 正常啊 如果慢慢做 應該要有半年 妳看 各位看一下 這上面的話 其實相滿了水晶 對 然後妳跟那個依依 全部一個人都穿一件這樣子 然後一件的話可能 這個造價可能都要一百多萬 所以兩個人是一起結婚的 對 然後光是現場這個 這個氣勢就真的出來了 對啊 因為是做扇形的 我們想說就是一定要 既然兩個一起走後地毯 對啊 一定要比較特別一點 看起來像皇室的婚禮 對 這很像是英國皇室 日本皇室那種婚禮 這個應該很多貴婦看到以後 應該每一個人應該都想要效法吧 對 你知道就是 我們店裡面其實有一個女生 她每次來就是結婚的時候 因為其實一般的新娘來 她們都是用租禮服的 一般都是租 因為妳這輩子就穿一次 妳穿完妳就還我們 但那個貴婦很奇怪 她都是用買的 對 然後 而且她都是大手筆 這個是我們幫她做的白紗 這是我們的設計手稿 然後這一件也不便宜 她設計了這一件之後 她跟她老公結婚之後 然後後來我跟依依結婚 她看到我們穿的白紗 她就說 妳也幫我做一件 我就說 妳不是已經結完婚了嗎 然後她就說 沒有 她因為老公都在國外忙 然後她希望自己一個人 可以去義大利自己拍婚紗照 就是等於說 因為她無聊 所以就等於說 要我們多做一件 我們自己結婚的禮服讓她穿 她就無聊是太多 不是 她直接租妳這件 穿過的就好了 沒有 她不要穿人家穿過的 然後她是直接用訂製 然後把它直接買下來 對 不是禮服的話 用租的一輩子也就穿那一次 可是我覺得她應該錢多到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嗎 她光是老公跟她求婚 就花了一百多萬 就是包場地就花了一百多萬 然後她就是無聊 她就說 我就說妳為什麼要拍這麼多婚紗照 她就說 因為也沒事做 因為她老公在國外 她因為無聊 然後一直拍婚紗照 然後在我們這邊畢業的新娘 我們婚紗店畢業的新娘 就結完婚了 她們都會帶著喜餅來看我們 就是分享喜願 她不是 她是帶酒來看我們 我覺得妳應該建議她 她每一年拍一組 對... 妳每一年做一套給她 我覺得我每一年都要 就是自己穿起來漂亮的 嚇死我的小馬 對... 看她結幾次婚這樣子 不吉利... 我們要這麼說 不吉利... 所以我覺得像她就是無聊 一直都會就是 找地方花錢的這種貴婦 她帶來送我的酒 我也好想知道 這到底值多少錢 所以妳是說她後來籌現妳的話 她就送了一瓶這個酒 給妳就對了 對...她不是送喜餅 她是送酒 這瓶是什麼酒 這個是格蘭菲迪的酒 是嗎 這是格蘭菲迪 是啊 格蘭菲迪 這是菲迪 格蘭菲迪我記得它是那個迷路 那個路啊 路角 比較後期消台灣 什麼意思 後期消台灣 就是最近出來都會像 現在這二三十年來 它都會有那個路的標誌 對... 所以這個是老酒是不是 非常老的酒 等於是說它還沒有換那個酒標 之前的酒 那很久耶 但三角瓶是它的標記 對 對 這個三角瓶是啦 好 這是格蘭菲迪的 一直延續的用這個形狀 它這個上面是不是有蠟風啊 這是蠟風嗎 這不是 這不是蠟風 它這個風口的這種形狀 是民國五十幾年流行的 風口的形式 它的材料的印刷的材質是 大概四五十年前的 真的嗎 對 這那麼久啦 看起來從這個材料跟風口 它是不是四五十年前 我復刻兩百年前的 這個如果是四五十年前的酒的話 它的那個 你那個貴婦朋友保存得很好耶 它有特殊保存 你看它的這個風口的地方 是完全沒有脆化掉的 不然四五十年的話 這個整個風口會爛掉 然後這個酒標的話 它最起碼也都會退掉 但是它有一個古樸的一個味道 來 後面這邊一樣 這個是酒 舊的那個酒的標籤 我們看一下 它是兩個人是不是 對 這是兩個人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酒標的標誌 好 來 老姐姐我們評估一下 應該有四十年吧 有 好 來 這一個呢 是四十年以上的 這個格蘭菲迪的一個酒 威士忌 好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